以前我在网上跟大家说 我得抑郁症啊 特别难受 特别怎么样的 然后网上说 你是假抑郁 真正抑郁的人 不是你这样的 然后我现在跟大家说 我抑郁好了 又有一部分人跟我讲 你绝对没有好 你是假装好的 真难伺候啊 但是那些说我假装好的人呢 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说对了一半 大家好我是黑白 当你们看到我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能把 就是关于我说的抑郁这个话题的 所有的视频都看一遍 绝对对没有帮助 之前有粉丝让我做一个合集 所以呢我会慢慢的把这个 抑郁这个块的合集 慢慢给大家完善一下 但是先跟大家说一个不好意思 有些平台是没有合集的 但因为你在看我这个视频的时候 这个平台我试试了合集啊 好了 长话短说 我的这个视频呢 是针对于抑郁症这个话题的 大家知道啊 当你真正患有抑郁的时候 你是非常需要 就是找到一个我如何自救 我如何让自己就是轻松一点的那种 就是那种视频 来安慰自己来激励自己 所以说像一些正常人看抑郁症的话题 会觉得无感 或者觉得哎呀很反感呀 或怎么样了 你们可以直接滑走了 因为毕竟我的视频本来就是 不是给所有人看的 我只想给那些就是跟我一样 当时正在经历抑郁的时候那些人 去安慰自己去激励自己 因为抑郁症 说到底啊 任何人都帮不了你 只有靠你自己 但是你自己必须要去学习 要去了解更多的东西 才能让自己的内心变加的强大 接下来呢 我希望你们能放下你们手里的那些杂活 然后认认真真听完我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 因为但凡是你少听一句话 很有可能你就听不懂我表达的真正的含义了 跟着我的思绪一起来听一下吧 曾经我在众多抑郁的时候呢 机缘巧合看到了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 Laurie Gallip 他曾经在他一个畅销书中写过一个现象 他是一个心理咨询师 他遇到很多这样的病友 就是我是一个众多抑郁患者 突然有一天我跟所有人说 我康复了 我不需要吃药了 我不需要看医生了 我身脑活虎了 我好像对吧 好了 但是没过多久了 又跑到医院去看病啊 或者吃药啊 或者怎么样的 这种呢 他管这种现象叫假 假性康复 所以我当时我就很惊讶啊 我呢那个时候特别难受 我想哎呀 你别说假性康复了 你让我快了一秒钟 我都会泻泥泻地 因为我目前来说我吃了这么多药 除了让我感觉懵懵的 很木讷 我没有那种开心的感觉 我能不能获得这种感觉 于是呢我就去研究 后来呢我在网上去查发现有四种可能性可以进入这种假性康复之中 呃想跟大家说一点啊 假性康复毕竟是那种短暂的并不是长久之际 可是呢 如果说你在规避一些事情的时候 可以让这种短暂的变成长久的 我来一一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第一种办法呢就是 进入一个角色期待之中 为了满足父母啊 朋友同事等等 来救你身边的所有人的一些期待 把他们的期待呢 放在你自己的感受之前 怎么理解呢 当你现在处于抑郁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你身边的人不理解你 他们会每天跟你说什么 甭管他们说任何话 你都会有一种 哎呀 只要你谈到抑郁了 哪怕你有时不谈到抑郁 都会让我有一种 你在用异样的眼光 对吧 看我 然后呢 你总觉得我像不够努力 然后意志力不坚定 或者说说我想了太多 但是你这些话呢 你其实表情就会让我有一种 更加难受的感觉 叠加伤害 但是你可以劳补一下 如果说你告诉他们 哎我跟你讲我康复了啊 我以后再也无抑郁了 从这以后 他真的不会跟你讲抑郁的话题了 甚至还会觉得哇你好棒啊 然后说话的方式 可能跟你抑郁的时候也不一样了 这个时候呢 这一部人其实很聪明 他就耍了一个小聪明 规避那些 可能会伤害你的那些人说的话 但是呢 这种是自我欺骗 可以让你得到短暂的内心安理 可是时间久的时候呢 你还是愿意 毕竟属于抑郁的状态 很多时候不是非得出个什么事 你才会难受 对不对 你可能莫名其妙我就是很难受很压抑很 觉得没意思 所以我建议如果说你用这种方式进入这种假性的一个康复状态的话 记住一点啊 跟不懂你的人说我康复了 跟懂你的人说你没有康复 你可以一边减少伤害的来源刺激源 一边呢去释放你的负面情绪 保持一个持平的状态 时间久了之后 你慢慢就会持续的得到这种快乐 第二个办法 我相信是所有抑郁之患者都迫不及待想去找了一个人 就是哎呀我好希望有个人把我带出来 然后很希望对吧 他能救我 很不可能的啊 但是呢 确实这样一个人可以给你带来短暂的安慰和快乐 因为像这样一个会说的人很自信的人 抑郁症患者是非常非常不自信的 很容易被这类人群给吸引的 从他们身上可以得到短暂的安慰 但是呢他们是你短暂的解药 同时也是你的毒药 所以说不要把你的那个解药放在一个人身上 解药在你自己身上 你要自己去寻找 但是当你很难受的时候呢 你是可以去寻找这么一个人 因为他可以让你悬崖勒马 可是你内心一定要坚定 他只是让我就是很不开心的时候 可以让我得到的有效的去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 但是不要太过于依赖这个人 第三个办法就是回到你的原生模式当中 我相信你们听过这样一句话 我好想回到以前小时候的感觉 那个时候真的是干什么都开心 然后很多美好的回忆等等等等的 我相信所有的抑郁住患者 你们内心深处肯定也有这么一个地方 可以给你带来短暂的安全感 然后那种内心的临近 我也有啊 这个汉口这边一个老房子呢 也是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那个地方 所以我会经常过来看一看 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 这个只是短暂的逃避 只是让你可以当你难受的时候悬崖勒马一下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 当你找到这么一个地方的时候 一定要提醒自己 我如果在这个地方尝一住的话 我要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而不是一味着去回忆以前怎么样 以前怎么样 过去了就已经过去了 要重新开始 第四个办法就是提高你的防御机制 以后发现个问题 就是当你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 跟他交流之后 啊我的负面情绪得到了有效的释放 然后强度也降低了 我怎么感觉我好像还能扛一扛 对吧 但是一回到那个原生家庭之后 回到那个刺激员之后 哎呀我又扛不住了 又感觉自己不行了 医生怎么办啊 其实我跟大家数句话就能理解啊 我们所有人 其实内心都有一个防御值 初始状态都是100 抑郁之患者也是100啊 但是当你抑郁的时候 你受到了任何的伤害 这绝对是超过100的 所以你会破防 你会崩溃 你会很难受 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呢 你的负面情绪释放之后 那些伤害其实已经降低到20% 或者降低到30% 已经低于100了 所以你觉得自己能扛 你回到以前那个环境 他又给你拉高了 所以你又破防了 怎么办呢 告诉大家一个最快的办法 就是自私一点 我跟他说自私 不是让大家当坏人 就是当你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当你听到一些话的时候 你要去用脑子想一想 这个这句话 这个事情是不是已经伤害到我了 如果已经伤害到我了 那我就不要再跟这个人来往了 那我就不要再去做这个事情了 没有任何意义 其实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呢 其实很简单 也就是你的思维格局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 只要我不精神内耗了 只要我再遇到事情的时候 不要去钻那个刘脚尖 不要去追求那个完美 你会发现 啊 原来这个事情 还有这么多解决方案 还要再就是 我说的这些 不管是假性康复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只要能让你开心 那就是好的办法 不妨你们可以试一试 希望大家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自己慢慢的走出来 我呢也会慢慢的把我的 在康复过程中的一些小技巧 或者一些故事 慢慢给大家分享 希望呢 你们能真正的去尝试 而不是嘴上说 啊 我听到黑白说完之后啊 一下子顿悟了 但是呢 到了第二天 该怎么样又怎么样了 希望你们都能努力 加油